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可不适合王翠英 她是连生了四个女儿 才生了个小儿子 而且第四个女儿一出生就要折了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王翠英听到有人跟她说话 王翠英扭头一看 原来是隔壁的刘婶出门倒垃圾 去我妈家了 王翠英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去江城看儿子的事情 免得又给别人游头 说三道四 王翠英推了推 自家那扇生锈的大铁门没推开 刘婶又凑到王翠英跟前 悄声跟她说 那个男人这两天又来她家了 她去看儿子之前 刘婶就说这件事 她回家也问了丈夫去大住 丈夫说是找错了人家 她就没放在心上 王翠英没有回答刘婶的话 只说自己进不了家 去找丈夫拿钥匙 王翠英琢磨着刘婶的话 又想着丈夫到底有没有事情瞒着自己 这猛不丁的 被停在自己身边的汽车吓了一跳 王翠英掐着腰正准备破口大骂 这个开车不长眼的司机 却见车里吓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文质彬彬的中脸男人 问她是不是王翠英 王翠英看了看这辆黑色小轿车 见对方认识自己 她想起了刘婶说的那个男人 你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王翠英有些警惕地往后退了两步 男人似乎有些着急又有些害怕 她让王翠英上车说话 摸不清楚状况的王翠英可不赶上陌生人的车 直到那个男人说了一件陈年往事 王翠英才改变态度上了车 原来18年前的王翠英怀了第四胎 前面生了三个女儿的王翠英 早早就托人来医院检查说 这胎是男孩 这下收购了婆婆白眼和丈夫哀声叹气的王翠英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王翠英的三个女儿都是在镇上医院生的 她想着自己这胎怀的是儿子 她得去县医院里生孩子 因为她怀的是儿子 婆婆早就收起了白眼 满脸堆笑着送她来县人民医院 合得住在同一个病房的女人瘦巴巴的 反倒是女人的老公戴着一副眼镜 长得白白净净的 见惯了农村下地干活 晒得黑幽幽的男人 王翠英就感慨 咋又长得这么白净的男人呢 后来闲聊中她才知道 这个女人叫李玉玲 因为不孕不育结婚八年才怀孕 好不容易怀孕了 却只能卧床输液来保胎 住在同一间病房的两个女人 命运却跟她们开了同一个玩笑 同屋的李玉玲 比王翠英早一天生产 可却在生产时 出现羊水酸腮的危险情况 经过医生的抢救 李玉玲保住了姓名 但孩子却胎死腹中了 李玉玲没有再回到这个病房 而是住进了监护室 王翠英知道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也替李玉玲感到惋惜 第二天下午有了阵痛的 王翠英进了产房 一个多小时后生了 王翠英正满心欢喜 医生却告诉她是个女孩 她当即婚了过去 等王翠英再醒来时 已经在病房了 丈夫唉声叹气的坐在床边 婆婆一脸厌烦的说 孩子生下来就没气儿 已经扔了 王翠英躺在床上默默的流泪 她明明听见孩子出生时 哭声响亮 怎么会没了呢 虽然是个女儿 却也是自己十月怀胎掉下来的肉 做娘的心哪有不疼的呢 因为又生了女儿 王翠英在医院只住了一天 就出院回家了 从那时起 她就再也没有见过 跟她同一个病房的那对夫妻 而再看眼前这个男人 王翠英确定 这就是当年 跟她同一个病房的 李玉玲的丈夫秦振 原来王翠英的女儿没有死 而是在她昏过去之后 婆婆把女儿 扔到医院旁边的胡同里 正好被李玉玲的丈夫 看到抱了回去 直到事情真相的 王翠英气得浑身发抖 她可以忍受婆婆的白眼 丈夫的无能 毕竟在农村没有儿子 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但是他们怎么能狠毒刀 瞒着她 把刚出生的孩子扔了 现在小宁得了急性 随细胞白血病 骨髓库里找不到合适的配型 我是多方打听 才找到你们 可是你婆婆和丈夫呢 却不承认小宁是你们的孩子 我求求你们救救小宁吧 秦振最后说明了来意 王翠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让秦振在原地等着 她打开车门走了 浑身散发着一股怒气 王翠英去村里小超市的排场 找到正在玩斗地主的许大柱 她上前一把掀翻了桌子 许大柱还没反应过来 王翠英就揪着许大柱的衣服 又丝又大 嘴里骂骂咧咧的 诅咒许大柱跟着老娘 性格懦弱的许大柱呢 在村里人的嬉笑中 被王翠英救回了瞎 刚进家门 王翠英的婆婆就扯着嗓子进来了 我家大柱真是瞎了眼 娶了你这个母老虎 自己还没有来得及 找婆婆算账 她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王翠英松开丈夫 掐着腰指着婆婆的鼻子就骂 你个老妖婆 十八年前背着我扔了我的闺女 现在还想看着我的闺女见死不救 咋不叫阎王收了你啊 苏来强势的婆婆 岂会任由王翠英辱骂 指着架子骂王翠英 少你生那么多配钱货 俩人唇枪舌战 胳膊相让 眼看就要打起来 徐大柱扑通一声 跪在她娘面前说 到底是她们对不起翠英她娘俩 徐大柱她娘看着儿子跪在地上 气得在徐大柱背上捶了几下 你个没出息的 就一辈子被这个女人捏着吧 我懒得管你们的烂摊子了 王翠英出了窍 心里还记挂着 未谋面的女儿 便立刻给已经嫁人的三个女儿打电话 连同徐大柱 跟着等在外边的秦镇 一刻不敢耽误的 赶往两百公里外的省城 在这之前 秦晓宁已经经过四次化疗 两次下达 并未通知书 王翠英透过无菌病房外的玻璃 第一次见到她的小女儿 本盖花儿样的少女 却鼓授临寻 形容哭高 她忍不住 转过身 眼面痛哭 医院以最快的速度 安排配型检测 王翠英和许大柱都患有疾病 不符合捐献条件 大姐二姐都怀着身孕 也不符合捐献条件 最后经过检测呢 只有比小宁大两岁的三姐配型成功 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在绝望中 看到了一线希望 可是接下来的检查中 医生的话语 又让所有人陷入迷茫 原来 三姐前年在一次车祸中 皮脏受损 做了切除手术 皮脏切除的人 是不能进行 造血干细胞见线的 现在唯一配型成功的三姐 也被排除在外 而中华骨碎库里 寻找配型率概率太低 小宁的时间根本等不起 大家都陷入了比之前更绝望的黑暗里 在所有人沉默的寂静里 王翠莹的声音骤然响起 还有栓宝 说不定栓宝能救小宁呢 栓宝是王翠莹生了小宁两年后生的小儿子 只是栓宝去年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现在在江城少馆所复刑 难道小宁这条唯一的生路 也要被堵死了吗 小宁的养母李玉玲 提出去江城少馆所寻求帮助 秦震就开车带着王翠莹夫妻 一起赶到江城少馆所 王翠莹向少馆所的所长和政委 详细地说明了情况 所长和政委同意他们的请求 并安排他们和栓宝见面 询问栓宝的意见 秦震特别担心这个 因打架入狱的孩子 不会同意就他未曾见过面的姐姐 令人欣慰的是 在少馆所服刑的一年 栓宝已不再是当初那个 暴力嚣张的顽劣少年 征得宣保的同意之后呢 少馆所当即安排医生给宣保抽血 大概等了十来天左右 这十天呢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煎熬 好在等来的是一个可以宽心的结果 血月配型成功了 可姐弟二人相隔数百里 如何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困扰着医生 异地抽血移植害怕运输过程中 一部分细胞丧失活性 影响移植效果 又怕阅述过程中血带破裂 血液受到污染 这阅述过程中的任何意外 都有可能让在无菌仓里的小宁陷入绝境 而小宁目前的身体状况 也不允许她再转验 可是这个时候 小宁已经接受了第五次化疗 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最佳时期 时间就是生命 王翠英夫妻和吕玉玲夫妻 联合向江城少管所的上级部门 发出了求救信 司法部很快回复了他们的报告 并特批栓宝 由江城特警压解到省城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 所有人的努力 为小宁的生命赢得了希望 术后小宁并没有出现并发症 她的身体状态和心情状态都很好 只是家人为了不让她有思想负担 还未告诉她 关于她身世的事情 世间万事皆有报 小宁因为是女孩被遗弃了 但是她得到了养父母全心全意的爱 虽然她得了重病 但是亲生弟弟又救了她的命 或许就像双宝对小宁说的那句话 如果当初留下来姐姐 就不会有她 而她的出生 或许就是为了救姐姐而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也不会孤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